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15日星期四 这两天中共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奇文 题目叫《民族意识觉醒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这篇文章突然发表 跟义和团运动没有任何的正比关系 既不是百周年 也不是十周年 或者是05周年 什么纪念日 而是突然冒出这一篇文章 为义和团歌功颂德 大势唱好义和团 这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他先是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义和团起了很大的作用 反帝爱国 然后又说给八国联军很大的杀伤 所以八国联军在进军过程中才发现 说义和团毁了铁路 推倒了电线杆 其实这两件事都把历史事实颠倒过来了 这篇文章中当然颠倒的东西很多 他只说果不说因 比如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那是一个果 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义和团 义和团大闹中国 义和团最早是秘密组织 开始有反清色彩 后来就提出的是扶清灭羊 或者新清灭羊 就是要扶持清朝 扶持清廷 要灭羊人 排外 排外他们怎么干的 一个就是杀传教士 杀外国传教士 杀中国的教民 然后是破坏任何跟西方有关的东西 反西方 比如说捣毁铁路 推倒电线杆 然后分烧火车站 甚至最后发展了攻打外国的使领馆 所以这是后来八国或者十一国的政府给清廷一再造会 要求他们制止义和团的违配左胆 或者是烧杀略强 然后清廷是直至不理 因为清廷当时算计的是什么 是觉得义和团可用 可以利用 有民族主义意识 极端民族主义色彩 因此他就打算借义和团之手来灭掉洋人 或者重新闭关锁国 因此在攻打使领馆的时候 清朝政府有配合 配合义和团去焚烧和攻打外国驻中国的使领馆 甚至把德国攻死 杀死 把日本驻中国使馆的一名秘书也杀死 在这个情况下 八国联军就对清廷宣战 这是一个结果 说八国联军攻入中国是一个结果 当然是不幸的结果 也是入侵中国 当然是值得谴责的 但是原因必须把它说清楚 同样道理 什么铁路电线杆这篇文章 也把与英国说倒了 说八国联军攻入才发现铁路和电线杆被拉倒 实际上在那之前就已经义和团在全中国方面的到处把铁路毁电线杆 毁任何西方的东西 扯电线 甚至把中国人身上要有一只铅笔的人都格杀无论 铅笔说是来自于西方 所以义和团实际上在整个过程中杀死了中国人 远比杀死了外国人多 总共据历史统计 他杀死了外国人 前后只有200多人 杀死了中国人是20万以上 所以主要是杀国人 杀同胞 所以这个不是洋人在 洋人已经知道他毁了铁路毁了电线杆 而且毁铁路毁电线杆跟战争无关 是他的反西方的行为 还有新华社这篇文章 最后讲到义和团的结果的时候也把事情讲反了 说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阵阳下失败了 然后轻描淡写的说 蜻蜓也改变了对义和团的态度 事实上 义和团和蜻蜓的军队跟八国联军作战 占有的是地利 占有的是自己的人 人多 势众 但是却被打得一败涂地 八国联军人并不多 然后得到的帮助是中国的教民 尤其是天主教的教民的帮助 然后八国联军打败义和团 义和团号称刀枪不入 但是拿出大刀长矛 更有洋枪洋炮的八国联军作战 当然失败 实际上清廷的军队 满清军队和义和团都被打败 打败了之后 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然后慈禧太后和清政府的这些要员逃跑到西安 然后派李鸿章跟八国联军谈判 实际上在这之前 当义和团闹得最凶的时候 慈禧太后是向十一国宣战 戏语宣扬 可以说是站在金鸾殿上慷慨激 向十一国宣战 因此招致了大规模的战争 其实这个战争说规模要大也不大 就在北京和天津之间 从天津到北京 后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 清廷就派李鸿章求和 求和的时候 八国联军要求阻储主战派清廷中的 说要处死清廷中的主战派大臣 甚至处死的名单中还有慈禧太后本人 结果慈禧太后托李鸿章求情 才免于一死 然后其他主战派大臣的12名众臣和100多名大臣都被处死 清朝亲自下令 他们要么制裁 要么被清廷处死 要么服毒等等 这些大臣就被处死了 作为对洋人的一个回应和报答 这个时候的义和团并不是被洋人打败的 他当然在跟洋人开战的过程中打败了 新华社这篇文章中也承认说义和团又怎么应勇 但是一打仗是说打死洋人50人 而义和团自己人被打死500人 10比1的比例 所以义和团固然打不过八国联军 但是义和团在全国各地都很有势力 新华社这篇文章中说的什么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山越遍地红 遍地红就是全中国的义和团 最后义和团实际上是被满清政府剿灭 扑杀的 不仅把各地的义和团镇压了 而且把义和团手里都猝死 所以这篇文章什么事情都没有讲清楚 只讲了一些结果 讲了八国联军入侵 讲了义和团怎么抗击八国联军 最后讲义和团的失败是归于八国联军 只是清描淡雪地说清朝政府改变了态度 历史的真相 跟这些大乡敬礼甚至完全相反 值得注意到是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抛出一个为义和团百宫平好 歌功颂德的文章 实际上跟现在的中美全面对抗的大背景有关 新冷战有关 甚至世界上到处传言中美开战如何如何 我在五年前写过《讲述中美开战》这本书 而且最近看到美国在各方面形成战线 不仅有传统的盟友 还有印太联盟 而且俄罗斯的专家或者官方委托的专家出面表态 说中美开战的话 俄罗斯肯定站在美国一边 说这些言论都出来了 不排除中共在这个时候放出这个言论 是想在国内激发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 希望中国人 有人会向义和团学习 这个义和团自发组织起来 是去扶清灭阳 新清灭阳 现在共产党就暗示 如果说真的有中美战争的话 希望中国民间 中国老百姓能够扶共灭阳 新共灭阳 但是我觉得中国这个宣传很可能达不到目标 因为义和团最早成立的时候是秘密组织 中共这个新华社社评论的文章也承认 是秘密组织 开始是反清的 后来才转向是新清灭阳和福清灭阳 那么现在中共会允许中国有任何秘密组织存在吗 然后开始是以反政府反共出现吗 根本不可能 另外 中共不仅不准成立秘密组织 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的读书会都不成立 前天我讲到在北京大学 在南京大学 在广州内西大学 出现大学生自发组织起来 要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马克思主义阅读会 不仅当局不批准 还派国安便衣扮装成黑社会去殴打这些学生 然后抓捕这些学生 让这些左派学生失踪 因为中共最怕的是什么 说你谈马克思主义 中共选择性的谈马克思主义 谈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 什么一个交集消灭另外一个阶级 然后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些学说他非常害怕 这些青年学生极可能学到 什么个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 然后如果能够杀别人的言论自由 那我们谈言论自由还有什么用 还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消灭贫富分化 甚至是消灭国家 消灭专政这些概念 无产者没有祖国等等 所以中共深怕大学生去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面 所以对那些自发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读书会 阅读会 一律一律镇压 然后甚至逮捕 有的广州的青年学生甚至被通缉之后逃跑 在逃跑的途中求援 所以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民间不可能成立什么秘密组织 即便有这些秘密组织 所以先反共也不可能最后转向 什么反外国 反美国 反西方 然后来扶持中共 所以这些条件跟当时都完全不一样 而且现在的新义和团要达到那样的毁电线 毁铁路 毁西方一切产品 这种社会环境都不存在 中国现在所使用的大部分的这些科技 这些机器 这些设备都是来自于西方 或者说是它的设计 它的理念 它的创造来自于西方 另外 在中共历史上只有一个时期有向义和团的 那就是红卫兵 文革时代的红卫兵 毛泽东煽动起来的中学生 大学生造反 尤其是中学生 成立了红卫兵 当时采取了一个相似的动作 也是冲击外国驻中国领事馆 也是焚烧外国驻中国领事馆 甚至号称要揪斗外国驻中国的大使等等 差点引起中外冲突 红卫兵的结局也是跟义和团一样 红卫兵的领袖 后来毛泽东利用完他们的权力斗争取胜 达到刘少奇 一大批人之后 毛泽东就把红卫兵头部都抓起来 什么宽大富 陈阿大 王大兵这些大字号的 还有什么逆袁子 潭后 全都抓到监狱里面 然后剩下的这些红卫兵也好 中学生也好 以上山下乡的名义全部前山到农村 所以跟当年满清对待医合团一样 就是改府围剿 先是赵安为己所用 然后是剿灭 只是毛泽东剿灭红卫兵的方法 跟清政府剿灭义和团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有一些度的不同 性质上都是一样 所以那个时代从义和团到红卫兵 成了中国这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一个代号 一个符号 这些人或者是称为小粉红 或者是称为五毛党 或者是称为毛左派等等 有不同的称呼 但是今天中共试图煽动这些人来灭洋服供 灭洋新供 那可以说是完全做不到 目前在这种和平时代 面前有一些五毛党或者是自干五 或者是甚至于毛左派出来笑了 其实毛左派前段时间受到残酷的镇压 因为毛左派结为深圳深圳 深圳家世功能维权 这是复合共产党宣言 也复合马克思主义 也复合中共的宪法和党章 但是居然受了镇压 那些深圆的学生现在都还下落无名 像沈梦宇 岳新等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毛左派都不见得会为现在的当局卖命 只不过当局的这篇文章有它的重大的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感觉到危机深重 觉得自己招惹了祸事 到反西方 然后把家属子女孩子送到西方 把财产送到西方 然后被西方所识破 甚至贪官污吏 奸商等这些家属到美国来大量的生产孩子 产子 像得一个美国身份 被川普总统也公开揭穿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是想继续愚弄老百姓 觉得如果说大帝当前 希望这些老百姓起来 不用中共组织 它有它的军队 有它的党 有它的团 但是想让部分老百姓去当炮灰 去反美 反西方 或者号称反帝 旧的口号 所以这些口号相当具有欺骗性 跟当年的满清利用义和团 毛泽东利用红卫兵入出一辙 但是21世纪的中国人有多少人会上当 我想相当少 说到当年的义和团不仅召起了八国联军的入侵 当时八国联军中的俄罗斯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全境 东北全境甚至制造了根子讹难等等一些汉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 所以可以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所以历史上一直争议 说义和团究竟是爱国还是害国 结论是明确的 是害国而不是爱国 而且杀的多数都是同胞自己 中国人自己 号称猎羊 其实杀死了羊人 少之有少 所以今天的这些有没有什么中国人 如果在和平时代他有可能卖命 但是战争时代有没有出来为这个政府效力 我想没有 满清时代有一句名言 叫国不自有名 民不自有国 就是政府跟人民是分离的 一旦对外作战 政府自己管自己人民 自己管人民 互相不打箭 甚至于在1860年 我曾经多次讲过 清军跟英军在长江水面交战的时候 中国老百姓一边倒地为英军喝彩 为英国军队喝彩 而一旦英国的炮剑打中了清国的炮剑或者是军队 老百姓是一片欢呼喝彩 甚至给清国的军队提供粮礼等等 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人又会说一个什么汉奸的词语 说谁是汉奸 实际上在清廷统治的中国 这个汉奸的概念已经说不清了 因为满清本身是外祖 他灭亡了中华民族 建立了满清这个帝国 号称是他们的皇帝 都说是以谍役之君主中国之事 自己不是中国人 但是管中国之事 让中华之污吏 也与国之欢心 要说是汉奸 首先当时支持清政府的 拥护清政府 为大清效力卖劳 这个卖力效劳的就是汉奸 比如义和团 他在提出新清的时候 他就是汉奸 所以后来辛亥革命有个说法叫提出达鲁恢复中华 那就是说要把中华亡国了 要恢复中华 首先把外国鬼子赶走 这外国鬼子达鲁指的就是满清人 满清政权 所以要现在再来扯什么汉奸不汉奸的话 有可能又会陷入当时的迷失 那么共产党实际上是外来政权 是马列 沙俄 俄国 马列 斯大林 这些是想混合的 这么一个外来体 共产党最早初期来都是共产国界 或者是俄国 或者是苏联所扶持的 如果今天要说是汉奸的话 极有可能历史会认证 那些支持这么一个外来政权的 思想上外来政权的这么一个政权 有可能才是不折不扣的汉奸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想今天的信息时代 今天的互联网时代 今天的21世纪 大家头脑都比当时的义和团红文兵要清楚得多 尽管还有小粉红现象 但是炮声一响恐怕都会吓破胆 所以新华社的文章有玄机 是在为政权背书 反映了目前政权的深重危机感 但是这个政权用这种方式来说事 希望老百姓为它效力 我觉得没有说服力 因为基本上中国的知识界都是否定义和团的 中国的知识界都是否定红卫兵的 要企图给义和团和红卫兵翻案 非常难 所以我讲到这里 我再说一遍 我最近会轮流在两个频道上做节目 今天这个节目发布在《陈破空风云剧场》 明天 隔天我就会到《陈破空中论天下》 然后隔一天又回到《陈破空风云剧场》 所以我欢迎大家支持 这两个频道都供大家观看 另外 这个节目的音频版和文字版 都会发布在我个人的陈破空会员网站上 就是陈破空vip.com 这个会员网站这两天又发布了一系列 关于中国的100个常识的历史片 其中包括《共产党是如何夺取天下的》 还有一个《共产党当政是人民的选择吗》 还有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 还有《土改究竟是革命还是骗局》 以及《毛泽东在西藏搞的是民主改革吗》 这些音频最近都已经上到了陈破空会员网站上 欢迎大家继续预定 在网站上可以收听到的音频 看到的书籍和文章以及文字版 都是在YouTube频道上很多是看不到的 是会员独享有丰富的内容 这个视频节目的音频也会几乎同步放在上面 至于文字版会稍后一点 但是也会争取在同一天发布文字版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明天我们在《陈破空众论天下》再见 谢谢大家